真人秀的致命伤是什么 肯定是剧本啊 虽说综艺节目都有故事大纲 但嘉宾们的演技是决定节目等级的唯一标准 如果一个不小心 让观众发现有剧本 那就糟糕了 就拿第二期的极限挑战来说吧 游戏快要结束时 王迅给热巴发的短信引发了网友热议 在本期节目中 热巴要守护王迅 他的守护任务是六次拥抱 最后一次要抱五秒钟 看过整期节目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热巴整个过程中只拥抱了王迅五次 最后一次拥抱还使用了一个特殊的套路 而王迅呢 他是不知道热巴有这个任务的 重点来了 王迅猜测自己的守护天使是热巴 于是发了这样一条短信 妹妹 最近我确实压力挺大 谢谢你今天的六个拥抱 让我倍感亲切 我知道你的压力也不小 但是请相信再大的压力和困难 有极限的兄弟姐妹在 就没有过不去的看 感谢你今天一天的用心呵护 首先 这条短信确实很温暖 只不过 明明只拥抱了五次 王迅是怎么知道六次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 这条短信是一早就写好的 说白了 这就是剧本 当这条短信被热巴念出的时候 网友谈目疯狂发送 基本上都是在揭秘 所以 机条的导演和后期们 要仔细一些了哦 因为群众的眼神是雪亮的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